我们一看呢 这都是充满孩子气的举动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说明了 这七个蜘蛛精啊 实际上他们对唐僧构成的诱惑 就代表了那些年纪非常青春的少女 对唐僧构成的诱惑 而且唐僧确实是多多少少 心中是有所动的 唐僧一开始本来是要化缘的 看见几个女孩子在那踢球 唐僧看了多长时间呢 按照书里边所写 一看就看了大概有半个时辰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唐僧确确实实是被女孩子们的美所打动 寒天璐认为 在西游记原著中 对唐僧进行美色诱惑的女妖 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除了以蜘蛛精为代表的少女型之外 还要以老鼠精为代表的贤惠型 以蝎子精为代表的妩媚型 以性鲜为代表的才女型 那么面对美色诱惑的唐僧 又是怎么做的呢 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 西游记原著第五十六回中 唐僧为摆脱蝎子精 下了咬钉脚铁之心 死命相抵 留的一个不坏之身 唐僧不为所动的定力 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女妖真的是非常爱唐僧这个人吗 其实不是 这个唐僧是金颤子转世 转世到现在唐僧应该说已经是第十次 像那些男妖一样吃到唐僧肉 仅仅是能够帮助自己度过一个结束 但是如果能够和唐僧结婚就意味着什么 你就可以变成太义金仙了 仙跟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仙跟妖的差别不是在善良与不善良 它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如果你一旦成仙 你就可以在天宫的每年 桃子成熟的那个季节 接受到天宫的邀请 而去可以吃仙桃 而吃仙桃就意味着 每年你就可以非常稳定的度过 可能要面临的结束 也就真正意义上的保证了你能够成生不老 这是第二层 当然西欧记里边也写到了 其实对唐僧构成最致命的诱惑的 对唐僧构成心里的最大的这种震撼的 其实非女儿国的国王莫属